习近平主席不是去我们贵州家乡咯 他也说了 他说在我们贵州吃了牛肉粉 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吃了一碗 还想再吃一碗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 我吃上牛腩粉 他家的牛腩粉 我就想到了我的家乡 这个味道特别好 特别特别的正宗 所以我们很难吃的这些美食 和家乡的味道是一样的 花西牛肉粉是贵州一道 家喻户晓的特色名小吃 源于贵阳市的花西区 花西人民十分钟爱这道牛肉粉 无论是当做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再要么是零食宵夜 总之他们任何时候任何心情 都在吃这道牛肉粉 我至少每周要来吃一次 一个星期至少要来一次 每一个星期都来 每一个星期只要休息就来 我路上大概要花一个半小时 才能到这里 然后大概一个月会来两三次这样 那么你也许就要问了 花西特色的牛肉粉 和一般的牛肉粉 有什么区别呢 核心就是这道汤料 花西牛肉粉的汤底 利用了盛产各种中药材的 贵州省得天独厚的优势 善家利用 汤底鲜香 辣香醇厚 如今花西牛肉粉 不仅开变了中国的街头香味 在纽约也很受欢迎 这家位于纽约美食广场的 贵州花西王 一天就要卖出500分 dj sichuan peppercorn powder and some pickled radish cilantro a lot of greens on there so delicious that noodle is like so soft and the texture is amazing and also the chili oil is perfect it's like just spicy enough let's see how we do with the meat i love the meat 这个牛肉呢是酥而不烂 味道这个嚼劲呢也是刚刚的好 而且里面这个鲤的这个味道啊 也是非常的平衡 蘸着辣油吃很香 有一种牛腩的一种香味 那种香味其他家好像就做不出来 只有贵州的那种风味 才能做出那种牛腩的那种清香 所以我就吃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吃 我经常吃的是带皮羊肉粉 那他们家最厉害最招牌的 就是还是他这个牛肉粉 我觉得他的牛肉粉是很不错的 然后是招牌比较鲜 那个味道啊汤啊比较鲜美 这家贵州花西王的米粉 根据不同的配料有不同的汤底 牛肉粉就要用牛骨汤熬煮 这种起码是40种以上 羊肉粉则用羊骨熬制 汤底就像老卤一样 常年不关炉火保持着汤汁的精华 老汤沉底再加上每天新鲜的食材和新汤 花8个钟头左右熬煮 花西王的米粉也是特别的爽滑韧道 是老板专门从国内空运来的 牛肉经过煮 调 卤 兑 泡等规范的工艺流程 再加上传统的秘制配方 做成一粒粒大小均匀 色泽诱人的牛肉粒 浸泡在这香醇的汤汁里后 再端上桌 加一粒放入口中 浓汤一出 十分可口 看两位主持人吃得停不下来 我们很好奇这米粉背后的秘密 咱一起去厨房看一看 这位就是我们的店主 Alison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 你好 你好 I've known Alison actually for a long time Really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his door and got this huge bowl of beef noodle I feel like OK that was a winter day it was so cold I feel like he saved my ass What about you my boss You're doing it You're saving the world heating people up one bowl of goodness at a time 除了之前提到的汤底和米粉 花稀牛肉粉还有两大highlight 第一就是配菜 它们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配菜里也有三大主角 酸菜 酸萝卜和泡菜 然后他做的那个酸菜和奶奶做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吃到时候演的都快掉下来了 在我们贵州老家有一种就是说 三天不吃酸 走路都要打穿穿这样子 OK 酸菜 酸萝卜 泡菜 这三种是必备的 酸菜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全部是手工 全手工 这个酸菜是用 我们贵州是要青菜 但是美国叫做芥菜 用小芥菜来 没有这种就不成贵州的一种 你喜欢的萝卜 我喜欢的萝卜 这三个 这就是一个比较的 我全是用的 因为我们贵州是用黄的 红的萝卜 但是在美国 就是买白萝卜跟红萝卜 两种搭配 一点点 就让它颜色 这边好看一点 而且味道也好吃 全里面就是说 只有我一个能卖你的东西 用把家人带过来 对 泡菜 接下来是泡菜 是高利菜 就是说这种是工艺 在贵州呢 这些东西 就是每家都有的了 另一个highlight是香料 这些香料都是从贵州空运过来的 看着和别家无异 吃一口 您可就知道了 那可是别有一番洞天 这里卖的那个牛肉粉的香味 比我家里有的时候做的 还要更好吃一些 它的辣椒 它的花椒 都是从贵州运过来的 所以说当我们吃到这种 家乡味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亲切 然后我们贵州的辣椒 可以说 我去很多国家 我觉得我们贵州的花极辣椒 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就吃完 剩下的就是汤 都还要自己 就还要留着 就下一个人再吃 首先是红酸辣椒 也叫糟辣椒 是苗族的特色酱料 里面有西红柿 灯笼椒 小米椒 木姜子等食材 放一起 发酵几个月做成 这种红酸辣椒 还是贵州火锅锅底的 重要食材 Edison把它放到米粉里 能让汤底的味道 更加丰富浓郁 说真的 所以我们把这家庭的东西 介绍过来 给大家尝尝我们贵州的 特有的少数民族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好 尝尝看 油辣椒我们经常看到 但是贵州花锡王的油辣椒 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这里面有三十几种重要材 我们两位主持 尤其钟爱闻辣椒酱 尝辣椒酱 听听他们怎么说 是说我这个不放盐的 没有任何盐味道 不放盐的 但是那个中药才有味 那个香味特别的 对特香 花椒和胡辣椒 更是一闻就打喷嚏 胡辣椒是 我们要炒过 然后再把它打碎 就是我爸爸吧 去给那些农民 他们自己家的那种 无公开的去收回来 吃了几千斤 放在家里面 然后我每个月或是两个月 运一次空运 从国内空运过来 跟我的药材一起来 这就是给我每个月的记忆 我们有每个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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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就是一小时 你能感觉 这些食材 是在你身上舞 对吗 那是很棒的 对 大包带走 你们怎么说 大包带走 要吃花椒 可以过来 大包带走 大包带走 太好了 老板要手把手的 叫我们做米粉了 观众朋友们 笔记本准备好了吗 没拿好也没关系 我们进个广告 你赶紧去拿一下 好 现在我的已经是 月月欲试了 我要做这个带皮羊肉 这个水一定要沥干 沥干以后 不要有另外的水放在里面 它会把我的浓汤给冲淡 对 稍微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对对对 没问题 没事 这碗我吃 羊肉是有皮有骨头的 皮先要用火烧过 这样可以肥而不腻 酥烂但又有嚼劲 小火慢慢炖四个小时 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 不能够是高压过压的 就没点味 慢慢地包进去 然后就是那个味道够了 重了才好吃 好 我们说贵州花心王做的讲究 可一点都不假 比如老板给不同品种的米粉 陪的菜是不一样的 像羊肉粉 就要多放蒜苗 多葱 多香菜 辣椒也是有讲究的 辣椒 对 我最爱的辣椒 对 最爱的辣椒 我到底算哪一种 一般羊肉粉是比较 油辣椒比较好吃一点 再加上你的麻 一点点麻 对 成功了 成功了 对 谢谢艾森 谢谢艾森 谢谢 看 我的带皮羊肉粉就好了 接下来是小课学鹅肉米粉 鹅肉米粉就是吃鹅肉 汤底也是鹅肉炖的汤 这些鹅都是从加拿大用过来的 正宗的Canada goose berry goose 知道吗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鱼肉 这个 这个 而到了配菜 果然和牛羊肉不同 再一次体现出了点加的细致 鹅肉粉里面的配菜 明显的少了一些 鹅肉粉如果你用香菜放进去了 就把它的那个原来的鹅肉 味道给抢掉了 看我看看 小孩 好 鹅肉 很好 完美 很完美 艾森一家子在国内 就是做花稀米粉生意的 兄弟姐妹来到美国以后 一起开了这家店 虽然说法拉盛小吃 琳琅满目竞争激烈 但他对自家的美食 可一直都很有信心 口耳相传的好口碑 让他们不仅卖得多也卖得远 每天外卖都要送到新泽西和康州了 我 之所以对我的东西有信心 所以我坐下来 就好像以前都是我的老过客 对 我是 对 所以说就在客人当中的口碑 是还不错的 每天的话要看天气 像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说实话 从来不吹牛的 如果下水下雨的话 就会少很多 可能卖一百多份 如果是不下的话 加上外卖的话 四五百万就可以卖 一般的采访嘉宾都愿意说 生意最好的时候的数目 像Edison那么实诚 说最少的还是头一次 不过可能也就是这实诚的态度 让他和顾客的关系都很好 我们的老板 还有我们这个店 看着挺有家的感觉 人家喜欢吃我的泡菜酸菜 随便你吃 只要不是带走 在这里吃 你吃的多少都OK的 让他变成你的朋友 这样的话 朋友才会说真话 才会提醒你一些说 比如说你爱你今天口味怎么样 给你一些建议 我是需要这种效果 Edison来自阿老族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在美国的贵州人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Edison就觉得 自己还是要有推广自己 少数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在 像我们贵州前段时间 在明月时代广场 投放那个广告宣传贵州 可是我觉得 还不如从美食方面入手 还不如从一碗粉开始 对 一碗粉开始 我觉得了解贵州的文化特色 从美食开始 比它投放广告 在明月时代广场还好 所以说我觉得 我有这个 作为贵州人来讲 我有这个责任 把加上东西推向美国 让更多的美国人 难了解 贵州文化 对 是 对 如果你可以在桌上 你能够分享一些特别的 对 从这碗面当中的我也能看出来 就像你说 从食物里面能够看到一个地方的文化 包括你们给我们介绍的酸菜 还有各种各样的辣椒 我觉得我今天也真的是学到不少的知识 非常开心 谢谢 谢谢 我不得不最后再感叹一句 这碗羊肉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谢谢 谢谢 这羊肉包的非常的好吃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一会我要打包一会蛋 我有问题 可以